一个高加索留学生身上绑着炸弹 冲进圣彼得宝的火车站 站台上 站满了驱逐俄罗斯独立日活动的 妇女和孩子 留学生手握引爆器冲向人群 人们慌乱逃命 满身是炸弹的留学生 惊慌害怕地躲在角落里 客宠部队看到 狙击手瞄准目标 海满专家说服青年 放下引爆器 随机狙击手开枪 留学生应声倒地 正当人们以为危机解除时 殊不知恐怖分子 正在策划一场坎比911的恐怖袭击 远在东方古国的码头上 伪装成货物的集装箱 被吊装上远洋货轮 里面装的是中亚国家 索林购买的移动导弹系统 这是一款可以远程遥控发射的导弹 先支支箭行动 夺取索林导弹发射基地 远程遥控巡航导弹 袭击俄罗斯海军日的庆祝活动 这正是恐怖分子策划的恐怖袭击 俄罗斯情报总局获悉 车称武装分子马苏德正在策划一场 看比美国911的大规模袭击 根据情报 俄罗斯掌握了恐怖分子头目 马苏德的行走 格鲁乌特种部队深入敌后伏击 马苏德车队刚进入伏击地点 特种兵立即炸毁前后部位机车 跌着就被机枪猛烈射击 司机和部位被激励 马苏德下车被狙击使用麻醉枪击准 特种兵将马苏德带回边防哨所 为了了解马苏德的真正意图 内部派尼古拉克里洛夫忠孝 去审问马苏德 两人是空降部队学校的好友 再次见面 马苏德却成了车称武装分子 克里洛夫则是格鲁乌忠孝 忠孝和马苏德说明了来意 五个小时后 他将被送进莫斯科审问 并且忠孝会参与所有的审问和处置 尼古拉要他说出先知之舰行动的具体计划 马苏德说 这将是俄罗斯的911事件 其他的一概不说 作为曾经的同学兼好友 尼古拉没有为难他 他们聊起了各自的家人 尼古拉愁眉苦脸地说 他儿子有心脏病 要去德国做手术 但他没有钱 马苏德讽刺尼古拉 堂堂格鲁乌忠孝 连儿子的手术都束手无策 你无法阻止先知之舰行动 甚至都救不活儿子 马苏德说 他可以帮尼古拉凑到这笔钱 让尼古拉回去想想 古拉明白 威胁是真的 最糟糕的是 没有马苏德的参与 恐怖袭击也可能发生 想到儿子危急的病情 尼古拉决定帮助马苏德逃跑 然而这也是尼古拉来进马苏德的任务 弄得到了莫斯科高层的授权 为了得到马苏德的信任 获得情报 摧毁恐怖分子的行动 尼古拉 尼古拉袭击了看守的士兵 两人穿过边境 进入乌苏利亚境内 穿过沙漠来到马苏德的领地 尼古拉的行动是高度保密 只有莫斯科高层知道 执行抓捕马苏德的行动 由尼古拉的弟弟 萨莎指挥 每个人都认为是尼古拉放走了马苏德 一个军官屈服于他的弱点 为了儿子的手术费 背叛了国家 和尼古拉的弟弟 萨莎不相信 这让身为格鲁乌行动指挥官的萨莎 受到了怀疑 尼古拉的妻子也受到了监控 马苏德收买了索林的将军 将军将巡航导弹的发射代码 和导弹发射基地的情报 卖给了马苏德 但是基地有俄罗斯安装的安防系统 必须要计算机专家破解才能进入 为了确保先知之舰袭击的成功 马苏德找到另一只武装分子 要求头目阿赫玛特归顺他 配合行动 在计划实施前 停止恐怖袭击 阿赫玛特拒绝了马苏德 这时手下抓回一名俄罗斯飞行员 头目儿子要将飞行员处死 被阿赫玛特拦下来 他们要将俄罗斯飞行员 和另一名美国飞行员 在摄像机下处死 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处理异教徒的手段 马苏德告诉尼古拉 他计划占领阿赫玛特的营地 因为阿赫玛特可能会干扰他的行动 为此他需要尼古拉的帮助 教他们如何攻占阿赫玛特的营地 尼古拉发现了囚禁的俄罗斯飞行员 然后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 立即居杀阿赫玛特 这让马苏德的手下哈吉姆很不高兴 索林的导弹基地里 将军正在远程测试新购买的移动导弹系统 原在东方古国的试验场 导弹发射 成功击中目标 国家安全局官员找到了萨莎 萨莎不相信哥哥是叛徒 对于尼古拉的事情一概不知 阿赫玛特的组织已经开始行动 准备在俄罗斯日进行恐怖袭击 国家安全局已经注意到恐怖组织的活动 但是还没有追踪到具体目标 尼古拉在马苏德的庄园里 随时都被监视着 没有机会传回情报 尼古拉结识了来自中国的老园丁 尼古拉接近园丁 想拿走他的手机 没想到手机突然响起 马苏德找尼古拉 破解导弹基地的安全系统 因为他在学校时 是最好的电子专家 尼古拉说 付钱才可以做 马苏德只好答应 6月12日 俄罗斯独立日 一个高加索青年 站在圣比德堡的火车站门口 神情紧张 口中不断地祈祷 青年的举动 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 立刻呼叫警察拦截 警察上前检查青年身份 青年推开警察 冲进车站 闯过安检 警察抓住青年衣服 青年挣脱衣服 露出自杀腰带 然后拼命冲进站台 站台上站满了 庆祝活动的妇女和孩子 警察追上去大喊停下 青年手握引包器冲向人群 人们惊慌逃出火车站 车站外侧应的恐怖分子赶紧逃跑 满身是炸弹的青年 害怕地躲在角落里 随后特种部队赶到 狙击手瞄准目标 涵判专家说服青年放下了引包器 狙击手随即开枪 原在东方古国的码头上 伪装成货物的集装箱 被吊装上了远洋货轮 里面装着索赢购买的巡航导弹装置 一款可以远程遥控发射的导弹 恐怖分子计划 从波罗的海 一艘装有移动导弹系统的货船上 发射导弹 积极俄罗斯海军日庆祝活动 届时会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这才是恐怖分子 先知之间行动的真正目标 火车站袭击失败 马苏德想趁机 将其他圣战武装合并 统一归他指挥 阿赫玛特的儿子跳出来反对 并暗示 他父亲有可能是马苏德杀的 其他头目也不愿意归审 尼古拉拿到园丁手机 传回了情报 哈吉姆的手下 指责尼古拉是俄罗斯间谍 尼古拉反击挟持了哈吉姆 并让马苏德相信 哈吉姆是错的 但再次发现 自己处于暴露的边缘 前一天尼古拉用过电话 被园丁发现 园丁意识到 尼古拉根本不是恐怖分子的盟友 尼古拉传回情报 俄罗斯飞行员 关在阿赫玛特的营地 将军立即派行动小队营救 同时反恐怖门 也抓获几名准备实施 自杀袭击的恐怖分子 萨沙带领格罗乌特种部队 营救飞行员 特种部队潜入营地 干掉烧兵 清空外围恐怖分子 从悬崖所降 干掉守卫 确认营救目标 顺便救出了美国飞行员 撤离时 特政兵在其他汽车油箱装上炸弹 上员惊动了恐怖分子 狙击手随机开枪 汽车发动冲出营地 恐怖分子上车嘴 特政兵按下炸弹开关 汽车瞬间炸毁 尼古拉成功破解 导弹基地的安全系统 但是还不知 马苏德进攻导弹基地的 真正目的 俄罗斯情报局通过园丁 给尼古拉带回通讯设备 马苏德的手下 派人绑架尼古拉的家人 邀请尼古拉 确保行动成功 萨沙带家人 在乡间别墅度假 遭到马苏德派来的恐怖分子袭击 萨沙带领家人躲进房子 拿出猎枪还击 反恐部门及时赶到 恐怖分子才撤退 指挥官告诉萨沙 袭击的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没人想到 反恐指挥官也是马苏德的人 指挥官以保护为由 将尼古拉的家人控制 索林将军向马苏德提供了 导弹远程控制员名单和发射代码 恐怖袭击即将开始 此时尼古拉向情报局 传回有关中国雄鹰导弹的信息 其他没有具体信息 高层霍西索林一个月前 在中国购买的移动导弹系统 还在运输中 并且高层认为 有能力拦截一切来自索林的导弹 所以尼古拉的情报 并没有被上级认真对待 哈吉姆在花棚搜出 园丁带回给尼古拉的手机 园丁却说手机是他的 哈吉姆让老头打开手机密码 老头接过手机砸向墙壁 同部分子随机开枪射杀了老头 尼古拉在远远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他明白中国园丁是为了保护他 承担了间谍的罪名 根据尼古拉的情报 军情局派出特种部队 阻止马苏德的计划 反恐指挥官 绑架尼古拉家人也被发现 高层下令逮捕反恐指挥官 戴莫夫 同时特警营救了尼古拉的家人 圣彼得堡正在举行 圣诞的海军日庆祝活动 马苏德乔装呈索林探幕部上校 开着将军的车 来到导弹基地检查 门口守卫并不认识马苏德 也没有接到通知 在他们下车检查同时 尼古拉趁机破坏 入侵系统 恐怖分子无法关闭基地的警报 埋伏的恐怖分子 选择硬闯导弹基地 马苏德成功占领了基地 戴莫夫此时 已经在庆祝活动的体育场 安放了导弹定位装置 体育馆的守卫 接到了紧急逮捕戴莫夫的命令 戴莫夫挟支萨莎女友逃到天台 萨莎听到女友被挟持 赶去营救 马苏德挟持操作员 激活导弹系统 终于导弹的货船 离圣彼得堡 只有100多公里 尼古拉想要阻止 被恐怖分子打运 特种部队赶到基地 攻入地堡 与恐怖分子击烈交火 戴莫夫要求撤走狙击手 人质挣脱戴莫夫控制 萨莎赶到 联手擒扩了戴莫夫 基地里 士兵不敢发射导弹 被马苏德开枪击毙 另一个不发射 就会同样的下场 导弹在海上同空而起 四分钟后 到达圣彼得堡 古拉醒来 袭击了看守的恐怖分子 哈基姆也为尼古拉击毙 莫夫招出恐怖分子的计划 一艘装有 移动导弹系统的货船 从波罗的海上 发射巡航导弹 目标就是体育馆 参加音乐会的高层 安居马上疏散体育馆的人员 特种部队攻入控制室 恐怖分子还是马苏德一人 导弹还有两分钟到达目标 尼古拉劝马苏德投降 马苏德开枪打烂控制设备 时间还剩几十秒 特种部队击毙了马苏德 控制台被毁 无法操纵导弹 特种兵连接电脑主机 最后一秒 成功输入导弹自毁指令 导弹在海上炸毁 尼古拉成功阻止了 先知之界爆恐行动 回到圣彼得堡 尼古拉看望了受伤的兄弟 萨莎 而他儿子的手术费用 由国家全部承担 尼古拉也得到了属于他的军长 沙漠 俄罗斯2019年拍摄的反恐电影 影片战斗场面真实 自己 俄罗乌特种部队 作战枪枪见血 屡见攻军 是俄罗斯名副其实的 顺风儿和千里野 也是世界上最有威望 效率最高的特种部队之一 在俄罗斯大片中 难得看到加入中国的一间文化 还有中国老先生的帮助 主角得以顺利完成任务 影片在俄罗斯评分不错 个人觉得值得一看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看原片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三辆装有炸弹的卡车被开往欧洲 恐怖分子远程激活炸弹 战机锁定恐怖分子位置 发射导弹 恐怖分子的基地瞬间被炸毁 遥控炸弹的频道被拦截 最后5秒成功解除恐怖袭击 欧洲恐怖袭击之后 俄罗斯成立了国际信息安全服务部 SIB 并且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加入 SIB的三个部门 特工勘察部 电子情报部 快速反应部 主要目的是共同打击 国际性恐怖分子 全面消除外部威胁 因此职业性质和所在地 都属于国家机密 特种部队少校安德烈 卢佐夫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天是女儿十岁的生日 可女儿的生日宴会还没结束 上级就打来电话 要求安德烈马上赶回执行任务 妻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次任务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安德烈回到部队后 加入了SIB快速反应部队 并且担任队长 行动代号黑狗 任务是深入叙利亚 抓捕国际军火商布林纳 潜伏特工发挥情报 布林纳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 在欧洲搞恐怖袭击 几天后将会在叙利亚交易 并将武器运往欧洲 直升机飞抵叙利亚 安德烈带领特种部队 在着陆区降落 接着徒步走到目的地埋伏 等待了一天 目标终于出现 特种兵的无人机确认目标 这时恐怖头目格拉尼也来到 目标是布林纳 总部命令继续观察 格拉尼检查好装备 声称把货物运到欧洲 就会付款 一完成 格拉尼抓来一名潜伏特工俘虏 让布林纳枪杀俘虏 以表合作成意 格拉尼派人护送布林纳离开 特种小队赶到前锋拦截 用火箭筒轰炸悬崖上的枝头 碎石掉落 对击手基地的司机 特种不开火 很快就消灭了 同位的恐怖分子 布林纳现场 举好投降 目标成功抓获 返回途中 接导新命令 将俘虏移交 临时改变任务 士兵觉得 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但是只能接受命令 前往交接地点 前方出现一辆汽车 队长呼叫指挥官 确认了对方是来交换的 对方来了一个少校 声称要将俘虏带走问话 直升机来接应 会将俘虏送回 队长只好执行命令 将俘虏给少校带走 夜幕降临 接应的直升机来到 同时俘虏也被送了回来 特种兵来不及检查 直接将俘虏带上直升机 飞机上 特种兵拿下俘虏的头套 发现俘虏被调包 并且此人身上绑满了炸弹 特种兵赶紧将此人扔下了飞机 随机炸弹爆炸 直升机被爆炸 装机坠毁 调分队被人出卖 遭到灭口 飞机坠毁 特种兵仅剩两人活着 一人受伤 队长安德烈 搀扶队友撤退 大批恐怖分子随机来到 检查发现少了两人 格拉尼在狙击镜里 发现了两人 特种兵还击 人人无法靠近 恐怖分子发射火箭弹 安德烈再次醒来 已经是半年后 神父把他救了回来 他的战友都牺牲了 神父把他们都埋了 安德烈头里 还留有一颗蛋片 如果不及时取出来 最多还能活半年的时间 而且会经常因为头疼 要靠药物维持 很快 格拉尼书的消息找了上来 并将安德烈的上级带了过来 在那次行动中 由于被内部叛徒出卖 指挥官马雷什忠孝 也被俘虏了 格拉尼将两人锁在修道院里 他们还能活着 是因为格拉尼喜欢玩一个游戏 他会让俘虏相互开枪射击 然后拍成视频 上传到网络 供大家观看 所以明天 他一定要让安德烈 和忠孝玩这个游戏 忠孝让安德烈放弃他 一个人逃出去 完成任务 忠孝因为受伤 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 神父过来告诉安德烈 修道院有个地下通道可以离开 忠孝明白 两个人是逃不掉的 他的腿已经不好使了 命令安德烈一个人走 安德烈逃出来后 来到叙利亚的一个检查站 士兵上前检查 被对方狙击手击毙 哨所士兵随即还击 弹剧开炮 炸掉敌人狙击手 一个父女中枪倒下 小女孩在不停地哭喊 妈妈 安德烈抱起女孩冲向哨所 成功躲过了爆炸 救下了女孩 最后安德烈被送回俄罗斯的反间谍部门 由于头部受伤 有间接性失忆 反间谍部门 无法弄清楚她的身份 直到安全级的奥利亚到来 奥利亚的任务 是搞清楚此人的身份 保证她的安全 安德烈从碎片的记忆里 想起妻子和女儿的名字 并说出自己是SIB的军官 在叙利亚抓捕国际军火商布里纳 并声称 他所说的都可以找马雷史中校确认 安德烈记不起 中校已经牺牲了 在奥利亚的追问下 安德烈昏了过去 安德烈活着的消息 惊动了高层的叛徒 奸细伪造了安德烈牺牲的资料 交给反间谍部门 并且通知他妻子 会有人打电话 冒充他丈夫 这样安德烈无法证明身份 兼其利用反间谍指挥官逼购 实质 要将安德烈灭口 准备注射药物时 安德烈夺下指挥官的手枪 截至奥利亚成功逃了出去 信息安全局的将军赶到 将被利用的反间谍指挥官逮捕 布林娜正在策划运送炸弹到西欧 安德烈月父的物流公司 正是他们的目标 拿到物流公司的文件 他们就可以将伪装的炸弹 运往欧洲 安德烈活着 成了他们最大的威胁 内奸派出杀手 除掉安德烈 安德烈一路逃跑 按照手机指引 上了奥利亚的车 来到信息安全局 将军邀请安德烈 加入安全局 安德烈拒绝了 并告诉将军 安全局有奸绩 他要一个人抓住布林娜 这样才能证明他的身份 离开安全局后 安德烈悄悄回到家 看了女儿 他的头疼越发严重 正如神父说的 他时间已经不多了 反间离指挥官被释放后 知道自己被利用 直接找到奸细 指挥官要将他举报 但是没有确实的证据 没有人会相信 并且奸细用他家人威胁 安德烈的逃脱 让藏在内部的奸细坐不住了 直接去找布林娜 他们急需拿到物流文件发货 软得不行 只能硬抢 奸细承诺布林娜 两小时拿到文件 两人的见面 被跟踪的指挥官拍了下来 简喜派手下 到物流公司拿文件 物流公司老板 及时让女儿玛丽娜 拿文件相走 武装分子扑空 枪杀了老板 玛丽娜没能逃出去 被武装分子抓住 安德烈及时出现 住下了玛丽娜 安德烈轻松解决掉守卫 两人逃出公司 刚要上车 武装分子头目追了出来 安全局的奥利亚看到 二对一武装头目只能放安德烈离开 随后其他武装分子感到 双方对峙中 反间谍指挥官出现 击毙武装分子 指挥官中枪 临死前 先有间谍和布林娜 勾接证据的手机交出 一切证据都显示 惊喜就是利蒙诺夫 在叙利亚的行动 就是他谢的秘 利蒙诺夫在阿富汗救过将军 他们当年就是被格拉尼俘虏 他们逃出来 将军受了伤 利蒙诺夫竭尽全力 把他带了回来 尽管将军不愿相信 好兄弟叛变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兄弟叛变的事 他要亲自处理 利蒙诺夫说出了叛变的缘由后 开枪自己 布林娜的人抓了安德烈女儿 威胁他拿文件交换女儿 安德烈只好妥协 布林娜拿到文件 装有炸弹的卡车 向西欧处罚 格拉尼和布林娜计划 在整个西欧发动恐怖袭击 为了保证计划成功 安德烈和家人被挟持 文件箱装有追踪器 安全局掌握了布林娜的行动 派出行动队拦截卡车 行动队成功拦截下 三辆装有炸弹的卡车 但是安德烈和他的家人不在这里 意味着 还有一辆载有炸弹的卡车 而这辆卡车 正开往市区 即将在俄罗斯的领土引爆 现在 只能寄希望于安德烈了 卡车上 安德烈假装昏迷 袭击了两个武装分子 爬上车顶 来到驾驶室 解决掉了驾驶员 控制卡车一路飞奔 追上挟持妻子和女儿的汽车 无装分子健壮 报告布林娜 并且准备将安德烈引进市区 情况有变 布林娜立即打电话给格拉尼 告诉他必须立刻行动 格拉尼马上远程激活炸弹 安全机监控到布林娜和格拉尼的通话 成功定位到了格拉尼的位置 时机成熟 空军立即出动 拦截了布拉尼的四人飞机 同时轰炸机起飞 前去轰炸格拉尼的基地 战机发射导弹 瞬间 炸毁格拉尼的基地 安全局拦截了遥控炸弹的频道 成功截停了炸弹 危机解除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安德烈成功救出了妻子和女儿 最后 安德烈做了手术 举出头部的弹片 一家三口 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代号黑狗 白俄罗斯反恐影片 影片在客工的回忆中展开 在国外执行任务时 被内部叛徒出卖 队友全部牺牲 特工头部受伤 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回到家乡 在接受审讯后 开始为朋友们报仇 因此卷入了一场 国际犯罪组织策划的恐怖活动中 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情节后 成功抓到幕后黑手 和家人团聚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儿 咱们儿